龙泉游县升郡之后 原本龙泉县 这个沾着龙气的特殊县名啊 就修改为了相对普通的淮黄县 郡府设置在大山以北地带 县衙依旧立于小镇之上 县令是一位姓袁的年轻官员 不同于亲力亲为的前任父母官吴渊 袁县令极少露面 但奇怪的是啊 吴渊吴俊守在升官之前 许多停滞不前的诸多事宜 例如玄旨为老祠山和神仙坟的文武两庙建造 已经有条不紊的展开 所以许多人觉得吴渊这只绣花枕头的跳级升官 很没道理 新任姚务督造官 是一位与曹县令岁数相对的年轻人 姓曹 同样是一个上驻国姓氏 比如神龙建守不建伟的袁县令 那曹都造更加愿意抛头露面 不但主动登门拜访福禄街陶夜巷的富贵门庭 龙尾郡陈氏创办的学术也经常能够看到此人的身影 尤其是学术助教李希盛的授课呀 曹都造只要一得闲就会去旁听 脱下官服换上如山 堂而皇之坐在学堂最后 跟一大堆蒙同质子同处一世 从不觉得丢人现眼 淮黄县的东边异路 最靠近县城小镇的驿站 名为淮宅驿站 规模不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五匹一马 俱是一等战马 这对于其他郡县的小驿站而言 简直就是做梦都别想 今天淮宅驿站来了一波波贵客 清晨时分 郡守无冤 就从西边郡府移驾而来 只带了两名心腹的文武秘书郎 然后是袁县令乘车赶到 见着了等候在义路旁边的上官无冤 竟是连个招呼都不乐意打 竟只走入驿站 要了一壶茶水 坐在那边自饮自珍 之后是曹都造独自策马而拦 满身酒气 摇摇晃晃翻身下马打着酒格 牵马而行 多半是昨夜酗酒 今早又借酒行酒了 见到无冤后 赶紧此地无垠三百两的使劲 拍了拍衣衫驱散酒味 牵马走到郡守大人身前 笑呵呵的坐一行礼 下官曹茂 拜见郡守大人 无冤生了高官 却没有任何春风得意的姿态 彬彬有礼道 曹独造是礼部衙门的直辖官 见到本官 其实不用行败礼 姚武独造官曹茂 一脸笑意 面如冠玉身材修长 不愧是风姿潇洒的曹家玉树 言谈举止 让人如沐春风 这怎么能行啊 官帽子小的 见着官帽子大的 就得恭敬些 再说了 吴大人以后 若是成了原家的成龙 快叙 那就是一遇风云变化龙 在官场上 更加势如破竹 我可不敢有半点怠慢 曹茂姿态摆放得很低 但是言谈无忌 这些话说得很不合 官场规矩 对于吴渊这位 管着一个大郡的 风江大吏 其实没有太多尊敬 这并不奇怪 曹茂作为曹家 寄予厚望的长房嫡子 对于吴渊这对原始女婿啊 有足够的理由 喜欢不起来 京城元曹两大上主国姓氏 本是关系默逆的 殷亲世交 近百年以来啊 变得水火不容 帮着两个家族 光耀门眉的各自祖辈 曾是一辈子 并肩作战的坚定盟友 更是大骊崛起的 关键砥柱 加上曹汉元谢 两位上主国是同乡人士 所以被史书誉为 汉谢一气 文武双臂 大骊乡野市井之间 至今还有诸多传奇事迹 广为流传 如今龙泉郡侠内所有门神 一律统一规制 悬挂那对文武门神 其实就是元曹两家祖辈 曹汉元谢的画像 至于两家各自让嫡系子弟来此为官 是否有山上高人指点 或是心存接纳某些祖阴的念头 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那棵老槐树已经倒塌 枝干尽毁 槐叶散尽 这座元曹两姓的龙兴之地 还能不能剩下点祖宗淮英 真不好说 很快又有数人连媚而至 全是上了岁数的老者 有手持拐杖的赵家老豫 他的孙子赵瑶 作为齐敬春的书童 在小镇变故之前 就已经乘坐牛车 远离家乡 还有神意内敛的李家老祖宗 在离珠洞天的禁制消散后 老人成功继身石敬 为家族挣得两个恩应官身 但是嫡长孙李希盛拒绝 李宝珍则选择接受 在大黎京城顺势继身 清流官员之列 剩下一个名额 就只好余着 反正可以留给 有出息的李氏后人 还有那住在桃叶 向街角一栋宅子的 矮小老人 慈眉善目 当初陈平安帮着发送家书 老人还想请少年 去家里喝水 只是出身于泥坪巷的泥腿子 没敢答应而已 其余几位老者 同样是小镇四姓十足的家主 手中树木不等的龙瑶 大量粮田和寻常山头 是真正的小镇土财中 一位头顶高贯的如山老人 轻轻地掀起车帘子 走下了马车 老人眯眼环顾四周 顿时就让所有人感觉到 一股扑面而来的窒息威士 人的名 树的影啊 这位老人 拥有无数个蕴含着 巨大力量的头衔 文圣首徒 齐靖春的大师兄 大骊国师 儒家圣任 与白帝城 与彩云间首弹的围棋国首 东宝平州是天下九大州当中最小的一个 但是国师崔禅的出现 帮助这个小州吸引了很多幕后大人物的视线 崔禅下车站定后 所有人都不约儿童的坐衣行礼 等到众人缓缓起身抬头 才惊讶发现位高权重的老人身后 跟着走出了一位宫女装束的美丽少女 这让一些知情人措手不及 崔禅语气淡然道 所有人都回去 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异议 甚至不敢流露出丝毫的愤懑 崔禅双指摸缩着腰间的一枚玉佩 走向怀宅驿站 少女脸色漠然的紧随其后 崔禅在一张桌子旁坐下 让驿站拿三坛酒来 驿成跟手下捧着酒坛子 往这边走的时候 一个个是口干舌燥 崔禅挥了挥手 不让那些人在旁伺候 自己揭开了酒风 同时手掌下岸 示意肃立于桌旁的少女坐下便是 他笑道 不用太过拘谨 这一趟出行 我只是给你保驾护航而已 你才是这座小天地的主人 崔禅提起大白碗 喝了口滋味平平的香眼烈酒 对此不以为意 当年判出师门 一人一箭行走天地四方 什么苦头没吃过呀 崔禅一直自认吃得住苦 也想得了福 所以才能活到今天 崔禅望向局促不安的少女笑问 赤柜 你跟今天剑说的那些内容 记录在案 每个字我都仔细看过 那么还有没有你没说过的小故事啊 鸡毛蒜皮的都行 比如谢时曹西两人在年少时代 他们身边有没有差不多有趣的同龄人 又比如 有谁遭殃了 却大难不死 从小就特别孤立啊 原来少女是大骊皇子宋极心的婢女 智归 本名王珠 真身古怪 竟是世间最后一条真龙魂魄 凝聚而成的珠子 智归想了想摇了摇头 没有 崔禅哑然失笑 倒是没有恼火 继续独自喝酒 没过多久 就有三人走入驿站 傅家翁曹西 木讷汉子谢时 墨家游侠许若 难道是没有恨的 但咱们不伦断地 是补宿的人 人也コ典了 平均与谢时 宗谷 死亡的美人